大家好,今天用苹果和馄饨皮放在一起做个好吃的 首先将苹果洗净削皮 然后再把苹果切下来,去掉中间的籽 再把苹果切成薄片,再切成细条 最后再切成小丁 因为苹果会氧化变黑,所以这一步我们要尽快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在锅中放入20克黄油 开大火把黄油熬到融化 然后把苹果丁倒入锅中 再加入80克的白糖 用铲子把白糖翻拌均匀 大概一分钟的时候白糖会出很多水 接着再继续翻炒 直到把水分炒干,大概需要翻炒5分钟 这个时候苹果会出现微黄的状态 像这样子 然后将它绳出 放入碗中 用勺子把它单开,给它放凉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在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将它打散 用刷子沾上蛋液,抹在浑嫩皮的边缘 其中一个边缘留下来不要抹 苹果放凉之后放在馄饨皮的上面 再往馄饨皮对折 三个边用手压紧实 再厨一把叉子 再厨一把叉子 把三个边都用叉子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既好看又可以防止露馅 店饼层中倒入少许的油 用刷子摊开 油热之后把做好的饼坯均匀的摆在上面 在这表面刷上一层油 等到底部金黄的时候给它翻面 全程大概需要2分钟左右 弄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 外皮是酥脆的 里面是满满的苹果虾 甜而不利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谢谢大家 你要干嘛嘛 这个还好吃吧 你要夸妈妈她 夸不一样的 夸不一样的夸妈妈 夸妈妈 夸着妈妈 他都要吃饭 那你吃饭 我的天小孩 就要吃饭 我吃饭 他的腹饭 后来吃饭 在这里面 它在这里面 平,平,平,平大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